真的是命大 这是一名女子从五楼高坠落 这机车救她一命 新北市永和区礼拜六晚上传出坠楼意外 一名二四岁女子从顶楼的女儿墙坠落 就这么坐在马路边的机车坐垫上 再掉到地上 最后这名女子只有受到轻伤 不过奇怪的是呢 她完全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坠楼 怀疑是梦游导致意外发生 我就混坐在椅子上面 然后再来就滑到地板上 回想起惊险一瞬间 机车行老板还心有余悸 当时楼上的住户 突然从五楼高的女儿墙摔下来 直接坐在她的机车坐垫上 车壳还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她坐在地下的手就这样撑在地下 还很清醒但是有吐血了 14号晚上永和光复街 这栋公寓大楼经传坠楼意外 当时王姓女子从五楼高的女儿墙坠落 掉在机车坐垫上再摔到地面 幸好只有下巴撕裂伤 松衣检查后没有大碍 之后询问她为什么会失足坠楼 她竟然说忘记了一次是梦游娘活 就白天会去东西开门床了 开或是上下爬东西的 那你可能在睡觉的时候 最好把门床关紧一点 然后或一些攀爬的东西给她拿开来 医师表示梦游是在熟睡状态时所发生 常会做些平常习惯性的简单动作 像是走路或小跑步等 加上住家环境设计有危险性 才会导致意外发生 必须得多加留意 记者王称伟周宇如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